请经订阅诼演出 曲名订阅读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选了一些狗狗觉得他适合以后做导盘犬 就会找一些家庭 从他们几个月开始 就来我家 接着我就开始照顾你们 盗盲犬贴会的人也会来我家 看看我有没有好好地照顾你 好好地教你 在我家里学到差不多了 我就带你回去考试 如果你考试合格 就会将你交给一些有需要的人 好帅帅啊 帅帅 那一天我就很大的得益了 因为我从一些专业的导师里面 学习了一些专业的训练狗狗的方法 我就发现 其实你很少安全感 比我想象中其实是容易合作的 她真的很疼独物 跟狗聊天就跟狗说 我们拍多个take做好一点 另外有一个刘楚田的小妹妹 就是演这个杨彩莉的女儿的小时候 她拍狗时间都比较长 其实狗累 她有累 她还可以保持每个镜头 我给她一点时间 她就哭回我去做年纪 我想觉得这个小朋友挺听话 还有挺辛苦的 演这个角色 这次也是第一次接触到拉布拉多犬 觉得她们很乖 还有很冷静 是第一次拍狗仔戏 我就是寄仁家庭的一个 很喜欢狗仔的一个女儿 工作人员最初埋位的时候 她已经是开始去跟狗的训练 你看到爱狗的人是不同的 她怎样跟狗抹口水等等 她全部都不会怕骯髒的 原来动漫犬协会那些 是训练了她们不玩球的 就是他们可能教了她拿球 她拿完之后放下就走了 哈哈哈哈 大犬落躺那些 然后就不知道可能担了球 去了哪里 所以我觉得最搞笑的 就是每一次都要试试试试 试试不同的狗仔 看他们对那个动作的反应是怎样的 那就大狗就到拍通宵戏 但是她要在我诊所里面 很多场戏都有她的 但是她都不敢自己坐在那里 哇 我觉得这个真是 超难得 超珍贵的 比人更有性的 杨采尼就很喜欢狗 那华哥和他们一群进入手术室 见过一只狗做完手术 但是这个时候 已经在排气的时候 你走进来 你已经在哭 我留一会儿才哭 现在不要哭 有一场戏 我需要叫小Q过来 然后我要跟她说一段 其实都挺长的对白 小Q真的很乖 我拍一拍脚 她就走过来 让我们做完整场戏 我们一个踢就拍完了 还有她拍戏的时候 为什么可以同时玩的时候 又可以有很可爱的一面 但是一开工的时候又很认真 我想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学习的态度 我会忘记了 我会忘记了 有 Parent 拍摇 他人 travelling 也会忘记了 你 gears上